字幕提供 WeChat對於大部分人來說 都只是其中一個常用的即時通訊軟件 或你會想起近年流行的微信支付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WeChat 都可以和你公司的商務網上理財拉上關係呢? 匯豐銀行就推出透過微信平台 綁定私人帳號的商業理財服務 怎樣玩法?今天就和大家看看 因為保安的理由 以往要登入商務理財戶口 除了要一般的用戶名稱和密碼之外 還要透過保安編碼器輸入隨機密碼 才可以成功登入 有時你只想查一下公司戶口的結餘 或者有沒有人轉帳給你 下下要用到保安編碼器其實都很麻煩 要使用這個服務 你首先要在微信頁面 找到匯豐香港商業理財的官方帳號 或者你可以直接掃描匯豐提供的QR Code 都可以找到 當你找到和關注官方帳號後 就要開始綁定戶口的程序 首先會提示你輸入網上理財的用戶名稱 之後就要輸入你的私人密碼和保安編碼器的隨機密碼 最後選到戶口裡你想綁定的戶口 程序就叫做完成 完成了綁定的程序之後 我們就試用這個服務 你只要去到匯豐香港商業理財的對話頁面 下面就有不同的服務選項 主打的當然就是銀行服務 好吧 讓我試一下選擇戶口結餘 嘩 我公司的戶口結餘好像一個訊息 即刻彈出來 比以往要用保安編碼器登入簡單很多 除了查詢戶口結餘功能之外 你亦可以看到匯入款項和簽帳卡的結餘 當然 轉帳或者其他高風險的交易項目 你都要透過網上理財去處理 除了剛才介紹過的銀行服務之外 頁面還提供了虛擬助理的查詢服務 和分行地址等等的資料 以後就不要再說WeChat 只是一個即時通訊軟件這麼簡單 完成了